说唐故事 第四集程咬金劫黄刚 山东济南府立成县班纠镇上有个穷人 名叫程咬金 他与母亲相依为命 靠边扎柴耙苦苦度日 一天 程咬金在街上叫卖柴耙 不料迎面来了立成县的县官 程咬金不知道剑官要让道 仍然叫卖着往前走 牙医们见有人闯道 立刻把他抓起来 程咬金见自己莫名其妙被抓 满口呼冤 县官理也不理 叫牙医打了他二十大板 还没收了他的柴耙 咬金怒气冲冲地回到家里 母亲见状上前询问 他打也不打 只把县官骂个不停 程咬金不再卖柴耙 转而跟着一般言贩子犯私言 那般贩子见他身长八尺 勇力过人 也不要他出本钱 只叫他言路照管 照样分他一份好处 接连三次不曾出岔子 不料第四趟却碰到了一般巡言捕快 那些私言贩子见捕快人多 早已一轰而散 只丢下了程咬金 程咬金虽然力大 但捕快终究人多 手里又有刀枪 斗不多时 便被他们抓住 程咬金被压到衙门 县官因为他拒捕 又打死了一个捕快 便判他一个掌监 程咬金家里只有个老娘 一个钱也没有 没人替他打点 在监牢里受尽了进子们的气 坐了三年牢 正逢隋阳帝杨广登位 照例大赦天下 历程县牢里放了一百多名犯人 程咬金也在其中 被释放的人都走了 程咬金却不动身 牢头进子平时做威 做福惯了 见程咬金还不走 便吆喝了几句 程咬金哪里受得住 他朝那进子当胸一拳 进子站不住脚 早跌出一站开外 别的进子了 知道程咬金力大如牛 性烈如火 是惹不得的 于是陪着好话 劝他赶快出去 程咬金回到家里 母子见了面 不禁抱头痛哭 程咬金早年丧父 又没有兄弟姊妹 自从吃了官司 他母亲只得给人 做些针线活命 日子越发艰难了 程老太哭哭啼啼 告诉儿子 自从他吃了官司 他每次去探监 都被那如狼似虎的 镜子赶了出来 程咬金把自己 预设的事告诉母亲 母亲自然欢喜 程咬金无计谋生 母亲就找了一条旧布裙子 叫他去当几十个钱 买些竹子回来 依旧编卖柴八度日子 这天 程咬金拿着编好的柴八道镇上去卖 因为生意特别好 到赏五十分 十个柴八都卖完了 这时程咬金觉得肚子已饿 便走进一家酒店 程咬金要了一壶酒 一盘小菜吃起来 不料正吃得高兴 隔壁座头上有个客人 吃了饭腹不出钱 那店主是个泼皮出身 哪肯答应 那客人实在拿不出银子 店主见逼了也没用 挥起拳头就打 程咬金忙上前相劝 店主一向横蛮惯了的 见程咬金居然跟他作对 便回过头来向程咬金巡视 店主要打程咬金 不料程咬金力大 反被程咬金狠狠地揍了一顿 吓得店主老婆大呼救命 这时恰巧有个武士模样的人路 猛听的人喊救命 慌忙走进店来 见程咬金正打得起劲 便上前相劝 程咬金回头一看 见这人相貌堂堂 是个好汉模样 满腔的怒火顿时消去了一半 那人问程咬金为什么打人 程咬金便把店主七五客人 自己仗义出头的事说了一遍 那人听了 暗暗佩服 觉得程咬金是个血性汉子 便有心要结交他 那人摸出五两银子 送给酒店里的客人 就挽着程咬金的手 要他到自己装上去喝酒 程咬金心直口快 听见有酒喝 满口答应 一路上 两人互通姓名 各道境况 那人说他名叫尤俊达 祖居立城县武南庄 一向在外 是个贩卖珠宝的客商 两人谈谈说说 不觉已到尤俊达庄上 只见从山环抱 古树参天 好一个幽静所在 尤俊达吩咐白酒 又拿衣服给程咬金换 饮酒的时候 尤俊达故意劝程咬金不可逞强 打伤了人 捉到官里去少不得挨板子 不料说到官府 程咬金两眼一瞪 痛骂起来 尤俊达见程咬金深恨官府 心中暗喜 便把友谊截黄钢银子 待机起义的话 附着程咬金的耳朵细细说了一遍 又问他是否愿意参加 程咬金大喜 一口答应 尤俊达存心要试试 程咬金的武艺 问他会使什么兵器 程咬金说什么都不会 只会使一柄斧头 尤俊达忙叫家人 抬出一柄64斤的大斧 程咬金提起斧头 跨上马背 就在庄院前捂弄 使了一路又一路 尤俊达不由地喝起采来 尤俊达轻目程咬金的英勇 便和他结为兄弟 同时叫程咬金把母亲接到庄上 好有个照应 第二天 程咬金把老母接到武南庄 对老母只说跟尤俊达结了兄弟 两人要一起出外 贩卖珠宝 再说山东登州府靠山王杨林 这是随杨帝的叔父 闻得杨帝登位 便将平日搜刮的16万两响银 作为献礼 派一子大太保罗芳 二太保薛亮压解 前往京都 罗芳 薛亮奉了杨林之命 压着16万两黄钢银子 取到济南 向京都进发 那天尤俊达在武南庄上探的黄钢银子 已从登州起届 不日将路过历程 便将消息告诉程咬金 当晚尤俊达背了六辆车子 两匹快马 跟程咬金一道悄悄出了后门 走了半夜 来到一个较长夜林的地方 远远看见林子里闪出数百斩号灯 有一伙人各执兵器 向他们走来 尤俊达说 他一向在这里做买卖 专门劫富济贫 程咬金这才知道尤俊达原是个绿林好汉 这时楼落们已到跟前 见了尤俊达 一起跪拜在地 尤俊达 程咬金被请上了山 第二天夜里 尤俊达的报 明天一早 黄刚银子就要经过长夜林 程咬金自告奋勇 要到林子里去 尤俊达问他带多少人 他说只要一个领路人就行了 于是领路楼落在前 程咬金在后 半夜下得山来 两个人在领口守了半夜 看看天色威明 果然远远来了一只人马 前头一面骑上 大叔靠山 枉想刚五个大字 程咬金高兴得哈哈大笑 程咬金拍动胯下坐骑 手指开山大斧 冲上前去 压解黄刚的罗方 薛亮听说有强盗拦路 不胜惊议 大太保罗方飞马上前 见程咬金在长夜林口耀武扬威 便大喝一声 程咬金并不答话 只把斧头往罗方头上砍去 罗方慌忙举枪 往上一架 只听得当的一声 一只枪早已折成两段 罗方叫声挨压 回马便走 这边二太保薛亮 见罗方败了 便拍马五刀 迎上前来 程咬金又是一辅 正中薛亮刀口 当的一声 把薛亮震得双手血流 慌忙逃走 重兵事件主将败走 一阵呐喊 便弃了黄刚 四下逃命 罗方 薛亮见程咬金追上来 大声叫道 银子你拿了去吧 何必苦苦追赶 程咬金扬扬得意地 把自己的姓名通报出来 罗方 薛亮正在慌忙之际 哪里听得清楚 把程咬金 由俊达两个名字听作陈达 由金 头也不回 逃回登州去了 程咬金回到长叶林口 只见满地都是银筒 笑得何不拢嘴 这时由俊达早已下山接应 到了长叶林口 正欲程咬金 便叫重楼落 劈开银筒 将元宝搬上车子 运回山寨 当天晚上 由俊达 程咬金 将六辆银车 押回武南庄 车子进了后门 由俊达叫家人 在花园里挖了几个地洞 将16万辆银子 都埋了进去 第二天 由俊达请了24个和尚到家 拜49日梁王燦 结吟这天是6月22 榜文上故意写成21起燦 算是宜兵之计 再说罗芳 薛亮失了黄刚 慌忙逃回登州 报告靠山王杨林 杨林听了大怒 较左右将罗芳 薛亮拿下 绑去杀了 罗芳 薛亮苦苦求饶 说这个强盗实在是厉害无比 敌他不过 杨林听说强盗通报姓名 很觉诡异 便问强盗姓慎名谁 罗芳 薛亮说 一个叫陈达 一个叫尤金 杨林吩咐将两人松绑 各打40级军棍 并发下棋令箭 叫插官立刻送到济南府 县七百天 拿住杰黄刚的强盗 历城县接到济南府文书 即换过马快反虎 捕快联名 严令捉拿陈达 尤金 反虎 联名奉了县官命令 到各处查访 不料一连三天 一点线索也没有 县官献他们三天一报 三天已过 拿不到强盗 反虎 联名吃了三十级板子 反虎 联名一商量 觉得这是只有把秦琼请来 才有办法 原来秦琼曾在历城做马快 平日仗义输财 熟悉绿林去处 现在济南节度是衙门里当其排官 三天之后 三天之后 强盗还是不曾拿住 县官自然又打他们 不料打完板子 反虎 联名却不肯起来 县官问他们什么缘故 反虎 联名都说只有将秦琼请来 才有办法 县官只好答应 向节度使借用秦琼 秦琼被借来了 县官限期要他拿住强盗 秦琼没法 只得领下牌票 秦琼出了衙门 反虎 联名联盟上前迎接 连声解释 秦琼叫反虎 联名依旧四下查访 自己则骑着马出了城 秦琼知道这黄钢银子一案 必是自己弟兄所做 为了绿林意气 他自然不能真的帮历城现破案 只是公事在身 也得有个交代 他打定主意 便前往绍化山找王伯当 秦琼见了王伯当 将黄钢银子被劫 杨林要捉拿陈达 尤金的事说了 王伯当的两个伙计李如归 其果远都说 这掌业林园是尤俊达的地方 一定是尤俊达和了个新伙计去打劫 那新伙计初次上阵 通了个姓名 怕那压刚的听错了 只当是陈达 尤金 秦琼听说得有理 便起身告辞 前往尤俊达处 王伯当相送下山 秦琼离了绍化山 快马加鞭 来到武南庄 抬头一看 剑桩上挂着榜文 拜四十九日梁王颤 底下写的是六月二十一日开京 截走黄刚是六月二十二日 尤俊达开颤是六月二十一日 马快出身的秦琼一看 就知道这是个漏洞 他虽不进庄 却断定多半是尤俊达所为 不禁微微一笑 秦琼心里想 既是尤俊达所干 就不用对他说穿 自己只在暗中护他便是 于是拨转马头 竟回历城县去了 再说尤俊达截了黄刚 有一天 绿林魁首单雄信传来号箭 叫他备了礼物 在九月二十二日那天 到济南府东门外甲柳店会骑 然后一起进城 给秦琼母亲拜授 尤俊达看看授期将近 便吩咐人敢办礼物 承咬金忙问到谁家拜授 尤俊达说出秦琼的名字 承咬金听了哈哈大笑 尤俊达问他可曾认得秦琼 承咬金说 自然认得 原来秦琼幼时 母子俩逃难到班纠镇 承咬金的母亲将他俩收养在家 秦琼的母亲没奶 承咬金的母亲便将两个孩子一起喂大 尤俊达听承咬金这么一说 便答应他一同到济南拜授 同时叮嘱承咬金 千万不可将打劫黄刚的事泄露出来 尤俊达 承咬金上了路 又在路上碰到丹雄信 王伯当等好汉 还有秦琼的表弟罗成等 大伙都是来拜授的 便结伴而行 向济南赶去 9月22日那天到了济南 丹雄信领着众人 在甲柳殿歇脚等候各路好汉到齐 明日进城拜授 丹雄信等正在楼上喝酒 魏征 徐茂公等十几人也到了 各行过礼便一一入席 众好汉谈谈说说 十分高兴 不料早惊动了店主贾润府 柳周辰 贾 柳两人见了他们 疑心内中有打劫黄刚的陈达和尤金 贾 柳两人素与秦琼相好 忙到县衙报告秦琼 秦琼因为县期将到 黄刚一案没法向历城县交代 心中正在反问 听贾 柳一说 觉得是有蹊跷 忙带了反虎 联明到贾柳殿来看个究竟 秦琼是小心人 到了殿中 只叫反虎 联明在外等着 自己上楼去看看 不料正和丹雄信打了个照面 秦琼躲闪不及 只得和丹雄信招呼 秦琼听说丹雄信 他们都是来败寿的 连说不敢 连忙和众好汉行礼 秦琼到程咬金面前 只做一集 别无言语 就跟别人说话去了 程咬金勃然大怒 气冲冲走上前来 拉住秦琼评礼 程咬金大喝道 太平狼 你如何这等无情无义 当初在班纠镇上 我母子怎样待你 你今日发迹 就忘了我程咬金吗 秦琼一听 这才醒悟过来 不觉双膝跪下 程咬金转怒为喜 连忙将秦琼扶起 一面和尤俊达说笑 众好汉喝了一会 秦琼站起身来 举着杯子 先到丹雄信面前敬酒 不料回转身 一个不小心 撞在桌子上 痛得秦琼几乎跌倒 原来秦琼拿不着陈达 油筋 昨天被县官打了一顿 屁股上伤得厉害 丹雄信忙将秦琼扶住 问他为何痛得如此厉害 这时反虎 连鸣已到楼上 反虎便将黄刚被劫 查访吴宗 因此吃了板子的话 细细说了一遍 众好汉听了 都骂狗官无礼 也有怪强盗劫了黄刚 连累秦大哥的 尤俊达听了 心里突突乱跳 扯扯承咬金的手 承咬金却大叫起来 承咬金听说秦琼挨打 又要发配冲军 哪里还忍得住 便顾不得油俊达阻拦 当着大家的面 承认打劫黄刚的事 秦琼听了 大吃一惊 忙将承咬金的嘴巴一手掩住 尤俊达见承咬金 已将事情说破 一心想开脱承咬金 忙走上前来 抢着承认 承咬金吵着 要秦琼绑他去建官 秦琼指示不肯 秦琼为了表明心计 便从怀里取出补批牌票 一丝为二 取火烧掉 众人见了 个个感动 都说这才是好汉 才叫义气 徐茂公主张在座的人 连反虎 联名在内 煞穴为盟 结为兄弟 众人一起叫好 众好汉就在甲柳殿中 结成兄弟 后来他们同心协力 返山东 取瓦岗 率领一军 干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